啊呜 敌方猫已被放飞 哈喽 everybody 怎么样 你们准备好金饼 卖魔术师了吗 吞了多少了呢 快来告诉我呀 玩了几天 共演服的朵尼呢 有些些想法 想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就是在留言里的粉丝 告诉朵尼的一个小秘密 朵尼也自己观察了几次 嗯 的确是这样啊 就是呢 召唤兔子推奶酪 确实是会多加一个经验值 而且如果是四只老鼠推奶酪 加四只兔子的话 只要两个经验蛋糕 经验就能点满了 哎 咋样 看上去是不是 超级爽 超想卖 超想拥有它 STOP 年轻人 听见你晕晨的想法 他绝对不适合信誉朋友 一看他这么牛逼轰轰的技能 按理就知道啦 他绝对是一只辅助型的老鼠 那有助型的老鼠需要什么呢 需要技巧 那它适合谁呢 适合大佬 那它会出现在哪里呢 会出现在车队里 所以啊 新手的单排朋友们 答应我 答应我好吗 不要卖它来坑队友 要不起 反正你要是拿它来坑我 我是会顺着网线来打你们的哦 再来呢 大家都不知道 怎么加点这只老鼠 因为它的技能都很厉害 三个技能都想加 不用纠结 猪虾被动和卡片就好啦 兔子其实只有在推奶酪上的作用比较大 主要是为了快速升级技能 而且兔子不太好控制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网线的服务器弹开了 反正就是不好控制不好控制 所以对其他需要经验点的老鼠来说 帮助非常大 不过这只老鼠它 推奶酪超级慢 它本身存在的意义就是用来溜猫的 所以卡片技能加点就非常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被动的大部分加成都是针对卡片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一开始加点兔子一级 后面就主加被动和卡片就可以了 兔子也最好安排去推奶酪 而你呢 自己负责遛猫 这个搭配 朵妮觉得才是最好的 千万别让它一直跟着你 因为它根本不会主动伤害猫咪 只有听到命令 才会有所动作 跟着你 只会让它加速死亡 想要再次召唤它 就必须等待一分钟 快点吧 我等到后面都谢了 一分钟啊 游戏都结束了 它的冷却还没完呢 好了 等这师傅上线时 你会买它吗 会买的扣一 不买的扣二哦 多妮想证实一下 大家的想法是不是跟我一样呢 关注多妮 当你玩转 猫和老鼠 爱你们哟